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农户不愿意养 现在却变成了宝 一只最高能卖到200多元 它让鸡住进了全自动鸡舍 加工香喷喷的烧鸡 它打造临下种玉米养鸡模式 它让鸡坐上了轨道车 看硬骨头的芦花鸡如何焕发光彩 越跑越值钱 山好水好 家乡有宝 欢迎收看贡富惊系列节目 家乡有宝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山东省问上县 那里的宝贝就是它 芦花鸡 这就是用芦花鸡做成的烧鸡 闻起来好香啊 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我先替大家伙尝一下 嗯 肉很筋道 越嚼越香 这鸡的骨头特别硬 咱们来试一试 以我的力量呢 是不可能把这个鸡骨头给掰断了 因为这个特点 当地人也习惯称它为硬骨头鸡 现在一只活鸡最便宜也要卖到100元钱左右 高的能卖到200多元钱一只 价钱的高低就跟跑有关系 这种鸡到底有多能跑呢 马上去看看 这一天 贾政国的养鸡场来了一批抓鸡的游客 贾政国早就放出了话 谁能徒手抓到鸡 鸡就白送 因为谁抓到是谁的 谁抓到是谁的 你只要比鲁花鸡跑得快 肯定能抓到 贾政国对他的鸡很有信心 这些鸡平时在外面跑惯了 个个都练就了飞毛腿的本领 游客要想徒手抓鸡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抓不到鸡的游客们决定改变抓鸡策略 由原来的单兵作战改成了团队合作 通过这种包围战术 游客们很快就有了收获 有点不是很好抓 要跑得快 要迅速 我感觉到这只鸡也是非常难抓 非常能跑 非常雄简 我们也是好几个人合围 才抓到这一只鸡 你看它的确实非常非常非常厉害 这种鸡叫卢花鸡 卢花鸡除了跑得快之外 它还有另一个特点 体重轻 成年公鸡的重量在四斤半左右 成年母鸡的重量在三斤半左右 都是论之卖的 卖价可不一般 这个鸡的话就是在山东的话 卖一百多 在这个地方就卖两百多 为啥 这个地方就是3D跑的嘛 3D跑的运动量大 它肌肉结实 它的味道口感不一样的 在一些山区养殖的时候 卢花鸡能轻易飞奔于山野之间 也能轻易地飞上十几米高的树叉 那边游客们正享受着抓鸡的快乐 而这边 贾政国早就准备好了 两只卢花鸡做的烧鸡 冒着香气的烧鸡 很快就吸引了鸡肠碌碌的游客 能跑又能飞的卢花鸡 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谢谢大爷 吃吧 吃吧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山东人吃烧鸡 怎么可以少得了大葱呢 一口大葱 一口烧鸡 那味道才叫好 好好吃啊 大葱配鸡更香 鸡肉配大葱 这就是我们的水骨 这就是我们的山珍海味 太香了 真好吃 你光感觉到鸡肉好吃了 还有其他的特别的吗 我感觉这个鸡骨头也是非常 非常紧实 你看看掰都掰不断 这个掰不断的吃 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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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掰不断 出力气的嘛 这个就是特别 我们发现鸡脂坚硬 正是因为骨质坚硬的特点 当地人习惯把卢花鸡 称为硬骨头鸡 这种硬骨头鸡 身价可不一般 虽然一只卢花鸡 只有三四斤重 但每只却能卖到一百元以上 而且根据不同的养殖条件 鸡跑的步数越多 卖价就越高 这个卢花鸡啊 你看两头高 中间蛙像元宝 我们俗称元宝鸡 其实我也把它当成真正的宝鸡 正是因为卖价高 光山东省温上县 就有一百多位养殖户 加入到卢花鸡的养殖中来 年初蓝量达到二百万只 卢花鸡还走出了山东 在重庆 万州等地 被广泛养殖 成了养殖户增收致富的元宝鸡 大老水行 家乡游王 别看现在卢花鸡很受欢迎 可在二十多年前 卢花鸡却没人想养 一度濒临灭绝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呢 卢花鸡原产于山东省温上县 喜欢生活在河畔 有卢尾荡的地方 因为羽毛和卢尾颜色接近 由此得名卢花鸡 卢花鸡有短距离的飞翔能力 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卢花鸡因为生长速度慢 产弹量低 当地老百姓更偏爱养殖 生长速度快 效益高的击种 导致卢花鸡濒临灭绝 连原来养殖量最大的刺丘镇 卢花鸡也是一击难求 但是贾政国却干起了 别人不理解的事 他先是对别人不要的 卢花鸡进行保肿 这是卢花鸡的种攻击 凶猛好斗野性十足 接下来贾政国又干了一件事 别人觉得养殖效益低的卢花鸡 他偏要大规模养殖 贾政国到底看上了 卢花鸡的什么特点呢 你看咱们的村庄卢花鸡 皮薄肉嫩 皮是透明的了 皮下脂肪几乎没有 肉你看很紧的结实的 特别是鸡腿的肉 炒着吃炖着吃 特别是用清水煮 不加任何料 鸡汤特别浓 能喝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那个鸡特别好吃 它那个肉很嫩很好洗手 不怕你要不你炖一个 你尝尝 可好吃了 贾政国觉得 虽然卢花鸡长势慢 但是肉质细嫩 口感好 肯定会有市场 对于卢花鸡这种鸡种 只有散养 才能有好的品质 但是散养很费人工 一个人最多只能管理5000只鸡 贾政国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仅节省了人工 还能让卢花鸡满地跑 提高鸡肉品质 贾政国到底采用了什么办法呢 从外表看 这里跟普通鸡舍没多大区别 其实里面却大有文章 这是一个自动化的养鸡场 自动投食 自动喂水 自动清粪 通过操作这些按钮 一个工人就可以轻松管理5万只鸡 要是按正常的散养 散养人工化 一个人就是养5000只鸡 一个人工 要是我们自动化了 自动化散养了 一个人工能养5万 相当于10倍 这样的话是降低 咱们养殖成本 接约人工嘛 白天 炉花鸡舍通过这些小门 自己出去活动 鸡舍外面是一片树林 满足了炉花鸡奔跑和自由采食的需求 一只鸡跑了10万步 你知道它需要消耗大量的一些能量 我们这鸡跑的路越多 吃的草越多 我们内心就挺高兴的 产品质量更提升了 自动化鸡舍和临下三洋厂 不仅给贾政国节省了不少人工和饲料成本 而且还提高了鸡肉品质 但贾政国觉得光省钱还不够 好鸡还得卖出好价钱 他选择了消费能力高的地方销售炉花鸡 把炉花鸡卖到广州上海等地 每只的价格超过了100元 很受那边客户的欢迎 看到贾政国的炉花鸡养得不错 农户们也开始跟着养 贾政国保价回收 没想到棘手的问题很快就来了 2017年 整个问上线的炉花鸡养量 超过了200万只 销售一下子成了难题 卖不出去鸡的农户 只能找贾政国 那时候每一天的话 接电话都怕 养农户你都说这说那 哪里全都有 那你能不能卖出去 我们给你订了合同就不行 我们就怎么把鸡拿过去 贾政国一边联系活鸡销路 一边想别的办法 在问上线财政局 炉花鸡产业扶持资金的支持下 贾政国组建了生鸡兔仔 和身家工企业 把炉花鸡做成 颇具山东特色的烧鸡 烧鸡不仅减轻了 炉花鸡的销路压力 还能让炉花鸡升值 原来一只炉花鸡 能卖一百元左右 做成烧鸡以后 价格提升到一百五十元左右 在问上线 还有一位叫张茂军的 炉花鸡养殖大户 他用另一种办法 让炉花鸡养殖多挣钱 张茂军把炉花鸡散养在 六百亩林地里 一年出兰二十万只鸡左右 但是张茂军 每年却能多收入一百八十万元 张茂军是怎么做到的呢 张茂军原本是种植 是法国梧桐树的 在贾政国的带动下 他就在六百亩梧桐树下 养起了炉花鸡 2017年 养殖规模达到了十万只 可是鸡养得多了 也吃得多了 张茂军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压力很大 十万只鸡 一天的成本就得一万块钱 十天呢 一百天呢 你这个鸡生长的周期 都在这一百五十天 到一百八十天之间 要是不到一百八十天 就得一百八十万 张茂军觉得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想来想去 张茂军憋出了一个办法 他锯掉树顶端的枝条 让树长得慢一些 张茂军到底要干什么呢 原来张茂军是想在树下套种玉米 锯掉树上的枝条 是为了让阳光照射到玉米 当玉米长到一米高左右的时候 张茂军把芦花机放到玉米地里 玉米地给芦花机提供了 虫子等高蛋白食物 减少了饲料的投味量 而芦花机拉出来的粪便 则给玉米和树提供了肥料 而到了玉米收获的时候 临下套种的玉米产量 把张茂军吓了一跳 母产接近一千五百斤 张茂军把玉米收起来后 一部分卖掉 一部分留下来给芦花机做饲料 这样算下来 在临下种玉米 玉米地里养鸡这种模式 给张茂军增加了收入 玉米一亩地 能多收一千五百块钱 鸡能少喂一千块钱 这个树的肥料能节省五百块钱 这样一亩地就能给我增加 三千块钱的收入 六百亩地相当于 我存盈利了一百八十万 更让张茂军高兴的是 玉米地里养出来的鸡 因为吃了虫子和运动量大的原因 鸡肉品质更好了 价格也卖得更高了 一六七个月的时候 就能卖到一百块钱 一年卖的鸡就能卖到一百八 尝到甜头后 张茂军把养殖规模 扩大到年初来量二十万只鸡 一部分鸡自己卖掉 一部分卖给贾政国 做深加工产品 价格也越卖越高 作为问上线最大的 芦花鸡育苗和养殖企业 贾政国一直在推广 芦花鸡的养殖 他想把芦花鸡 卖出更高的价钱 一次重庆之行 让他找到了突破口 2018年 贾政国到重庆万州考察市场 万州丰富的山地资源 让贾政国眼前一亮 贾政国觉得万州 很适合发展芦花鸡养殖 但贾政国不能单干 在重庆市万州区政府的 牵线搭桥下 贾政国和这位叫 牟菊峰的人达成了合作 牟菊峰是一名退伍军人 在万州养过几年鸡 有一定的经验和基础 贾政国跟牟菊峰合作后 在万州建起了 芦花鸡孵化场 贾政国负责提供 芦花鸡种源和技术 而牟菊峰则负责养殖 和发展养殖户 2018年 贾政国和牟菊峰 在万州流转了 一千多亩山地 鸡舍就散落在山坡上 方便鸡出去采食 牟菊峰觉得 在山里养鸡很简单 没想到 他养的第一批鸡 很快就出事了 当时来的时候 在这里 就是把鸡放了进去 没经验 就把鸡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看见了野狗 还有这个黄鼠 特别早上来 看见黄鼠 晚上咬着一大片 牟菊峰调整了做法 不再放小鸡到山上去 而是把鸡养到一斤多重 有一定的自卫能力了 才搬到山里来 但是在放养之前 所有的鸡还必须在鸡舍里 关上六七天 这里面的母鸡 现在也就差不多 有四个多月 五个月到了 我们为什么现在关着呢 因为它到这个散养的地方 它有个要个认潮性 我们得到里面关 六到七天 然后再把它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 它每天就在我们这边 大山里面跑 跑了之后来找出网归 通过这种办法 牟菊峰提高了 卢花鸡的成活率 很快牟菊峰又遇到了 一个大麻烦 当时牟菊峰在山里 养了一万只卢花鸡 山路不好走 一万只鸡的饲料 全靠人工背上去 常常把人累得不行了 鸡还吃不饱 背粮食 背鸡 卖鸡的时候也是靠背出去 鸡苗来的时候也是靠背进来 喂养鸡的时候也是靠劳动力 一不一根脚印 在大山里面每天踩每天踩 把路都没路的地方 我们都已经踩出路来了 如果交通运输的问题不解决 养殖规模就上不去 经过查询 牟菊峰了解到 有一款轨道车 特别适合山区的运输 牟菊峰二话不说 赶紧在山里修了两公里轨道 减轻了很多的能力成本 像我们现在一个人 就可以在我们大山里面 护养五千只鸡 全是靠我们这三地轨道车 粮食的输送 鸡苗的运输 卖鸡的时候 鸡的输出输进 都是靠它 山里散养的卢花鸡 它们的运动量 比平地散养的更大 这样养出来的鸡 肉质更结实 质量更好 每天我们的鸡 就是上山下山 上山下山 坡度小的呢 从下面可以飞到上面去 对 然后坡度抖的 有的鸡从上面 每天还要飞回来 这批鸡养得很好 但牟居峰又开始苦恼了 因为养殖的地方太偏了 如何让外面的人了解它的鸡 并把鸡卖出去呢 牟居峰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人吸引过来 为此他们经常举办一些活动 通过网络宣传 邀请游客朋友来抓鸡 这一天 万州来了一批抓鸡的游客 这鸡到底有多难抓呢 一进鸡场 游客们就兴奋了 希望在这里啊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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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鸡各个都是跑步高手 看着好像能抓到 可就是抓不到 让人干着急 又跑了 它的力气太大了 它的力气很大 我抓到抓到了 它就跑了 游客们意识到 单打独斗是不可能抓到鸡的 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 把鸡赶到一个角落里 准备来个合围抓鸡 新的战术 果然力竿见影 游客们抓到了四五只鸡 我抓一个打点 这是你自己抓的 我自己抓的 我抓两个 这种抓鸡经历 给游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给这里的卢花鸡 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我本来都厉害 它还比我厉害 它还比我厉害 你别看它小 它比我精灵多了 你别我都想吃它吧 抓彩虹鸡 抓彩虹鸡 很好吃 抓完鸡 牟居峰再带着大家 用最具万州特色的方法做鸡 这样吃鸡 让游客们很过瘾 吃好了 他们通常会买鸡和鸡蛋回去 并且介绍给亲朋好友 经常就买了松嘛 这个可以 松的很好的 这个加钱有实惠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鸡好吃 同样是卢花鸡 在万州山区养殖 鸡跑得更欢 运动量更大 鸡肉品质更好 价格当然也更高了 养殖时间一年左右的 可以卖到200多元一只 在牟居峰的示范带动下 重庆养卢花鸡的农户越来越多 2022年 出栏量接近500万只 而擅长美食的万州人 还把卢花鸡 加工成了卢花鸡汤米线 以及卢花焦焦鸡等特色美食 不仅解决了销路问题 也让卢花鸡进一步增值 20多年时间 卢花鸡从濒临灭绝 到保种成功 并走出山东 扎根重庆山区 带动了上千名养殖户 增收致富 在很多人眼里 卢花鸡不仅仅是一只鸡 更是一种希望 开了 高兴了 这个鸡是我们的宝贝 我们好争献 看到我这只卢花鸡 感到很激动 就像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番事业 把它干好 做好 走向全国 地方特色品种 不能只靠被动保种 只有找到自身开发发展的办法 才能在市场上 立于不败之地 问上线的卢花鸡产业 之所以能起死回生 就是在市场竞争中 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通过特色养殖 把肉质好的特点 发扬光大 满足了消费者 对高品质鸡的需求 也让卢花鸡跑出了问上线 跑到了全国很多地方 成为带动百姓致富的宝贝 山好水好家乡有宝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